這一盤根本就可以兩人份吧 其實真的滿大的 而且它很厚度 有厚度喔 這麼厚耶 而且滿滿的櫻花蝦 是沒有拿起來的喔 它的櫻花蝦炒飯飯是屬於 比較偏軟一點的 不是那種粒粒分明的飯 我覺得搭配櫻花蝦剛剛好 因為櫻花蝦本身是有脆度 然後有口感的東西 而且比較乾 很好吃耶 它其實裡面喔 它除了櫻花蝦之外 它的炒飯有一點玄機 我看它炒飯裡面有一點這種 小小的應該是 對 玉米末 所以你就算單吃小飯的話 它也會有那個海鮮的那種海味感 哈囉大家好 要是我 都是你這麼早叫我出來幹嘛 而且到基隆太早了 你不覺得很感人嗎 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基隆耶 基隆是我的頻道裡面還沒有踏足過 因為基隆其實離台北很近 但是而且美食超多 我自己個人呢 就是把台灣評價為就是 是北基隆 南台南 第一家這家是怎麼樣 就是 基隆的早餐 基隆的早餐 湯班美食 這碗閒閒中之前 我看它2021年 還在賣15塊 它裡面那個小魚乾很明顯 而且它是用小魚乾熬的 對 代表它的湯頭一定很像 天啊 還有高麗菜耶 吃囉 對 它那個個人嘛 今天要進去做食物 感覺很像 喔 它的那個甜味啊 新冬場非常天然 那種高麗菜的甜味 它那個米飯已經煮得有點像 金門的那種煤了 可是它也沒有到那麼稀 還沒到湯嘛 還沒到 只像湯這樣子 對 對 對 因為它幾乎已經快看不到米粒的形狀了 所以你完全不需要取決 你就把它當像湯一樣的那種感覺 它整碗粥不是那種海味的粥 它主要是高麗菜的清甜味 它的小魚乾感覺是增加口感的 讓你吃到之後 然後有一個點綴 它主要滿滿的就是 比較是蔬菜甜味的粥 然後我好喜歡看它那個味道 就是它沒有太多過多的東西 也沒有太重的調味 也沒有很多鹽巴 好 還有這個 這是他們的炸物 炸物 而且網路上你還推說 要吃紅燒肉跟那個 我覺得基隆的美食 它有很多自己的搭配方法 譬如說鹹粥跟紅燒肉 感覺就是一個搭配 這個是那個嗎 魚嗎 對 炸魚 先來吃個純肥 它外面炸超酥 而且是那種薄薄的酥喔 所以一進去我咬的時候 就會有卡汁一身 可是它噴的不是油膩的那種油喔 它噴的是很香的肉汁耶 很好吃 而且 重點是它不會裹很重的粉 你知道有些紅燒肉太重了 我不喜歡 它粉薄薄而已 沒有到很重 它雖然是我目前吃過 很好吃的紅燒肉 它在我紅燒肉現在排名裡面 全三 大概是前二 因為它肉不一樣 我覺得它們就是 外皮都是有點脆 裡面呢都還是很薄的水分 它炸物的皮都裹得很薄 很薄很薄 它這樣都幾乎沒有裹 幾乎沒有什麼 OK OK 喔 喔 這鐵跟它醬好吃 嗯 然後加炸魚 就是每個人來都會點著炸魚 先吃原味 它有淡淡的 很淡的鹹味 它那個口感好好喔 它的肉質其實算是嫩的 軟嫩型的肉質 可是它的肉量蠻多的 蠻多的 這個魚其實蠻厚的耶 所有的炸物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來點 我們下一家就來到了 移動到安樂市場這邊 然後聽說這裡面呢 在地人說有一家叫什麼 菜頭乳喔 然後說超好吃 什麼事它從小吃到大 叫我們一定要去吃 這種店是我們兩個最喜歡的 就是在市場裡面 愛吃會也超喜歡這種 湯 免費喝到飽 免費喝到飽 然後隨便 你有什麼東西它都可以乳可以燙 我剛有選擇障礙的人 你來你就跟姊姊講 說我要兩百塊 我要一百塊 你幾個人吃 姊姊就會幫你配套配到好 因為我就住附近 所以我跟我媽都逛市場 然後直接來這裡吃 我就會點這個軟館啊 啊豬血是一定要吃的 小丸子 雞菇啦 雞菇啦 可是雞菇啦就是雞龍名產吧 一定要 好來喝湯 好甜喔 而且它的甜就是菜口的甜味 啊我也好喜歡吃軟館喔 你們會沾醬嗎 我們一定要沾醬 一定要沾 兩個一起雙醬 兩個一起雙醬 對 就這樣吃了 雞農在地名產 好脆喔 真的嗎 這種就是我們喜歡口感掛了 吃起來就很能吃到 十一本身的原味 對 原味 好新鮮 真的很新鮮 接下來我們要吃這個雞菇啦 雞菇啦 雞龍在地名產 好好吃喔 雞龍的雞菇啦吃起來 你就會有一種很嫩的感覺 你不覺得嗎 很嫩 剛剛那個雞菇啦你吃到最後 它好像有一點炭烤香有出來耶 因為雞菇啦就是要烤啊 對啊 烤完之後才重來 然後它愛再做穿湯 全部都好吃耶 哇 油豆腐這好吃的油豆腐 我很少吃到好吃油豆腐耶 真的嗎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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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豆腔非常的重 它豆腔很香的豆腐耶 這豬心好脆啊 我已經把醬泡沾了 真的 這醬好好吃 欸 我拜託你們來吃這家 它家很好吃耶 它這每個東西新鮮 湯又免費喝 我們這一盤喔 200塊 因為我們200塊請姊姊隨便切 很願意 姊豆腐很好吃耶 可是你只有給兩塊油豆腐 現在沒豆腐了 他都煎豆腐很好吃 你幫我吃 你幫我吃一下姊的豆腐 你幫我吃一下姊的豆腐 姊豆腐有在賣嗎 應該說我覺得 它的食材都有認真 和精心的處理過和挑選過 所以食材吃起來新鮮之外 新鮮 乾淨 喜歡口感掛的可以吃這種 就有軟骨的有沒有 沒錯 這個超好吃的 真的 這個超好吃 這真的非常好吃 這一盤根本就可以兩人份吧 其實真的滿大的 而且看厚度 有厚度喔 這麼厚耶 而且滿滿的櫻花蝦 是沒拿起來的喔 它的櫻花蝦炒飯飯是屬於比較 偏軟一點的 不是那種粒粒分明的飯 我覺得搭配櫻花蝦剛剛好 因為櫻花蝦本身是有脆度 然後有口感的東西 而且比較乾 很好吃耶 它其實裡面喔 它除了櫻花蝦之外 它的炒飯有一點玄機 我看它炒飯裡面 有一點這種小小的應該是 對 鮪魚末 所以你就算單吃小飯的話 它也會有那個海鮮的那種海味感 對 它調的口味我覺得算是 偏重一點點 又不會到太重 這才120 120 這120裡面料超級多耶 這120很便宜耶 它的油脂好好吃喔 我真是懷疑它可能沒有放油下去炒 它直接用那個魚肉的油脂下去炒 沒錯 所以它除了櫻花蝦之外呢 你在咀嚼的過程之後 你偶爾會吃到一點點那個脆度和甜味 洋蔥 然後放洋蔥在裡面 它很多東西都是切成丁 它很多東西 對…它都是切成丁 然後讓你非常好入口 來這一家你就給我櫻花蝦炒飯點下去 先配著 對 櫻花蝦炒飯你吃不飽 我拜託你們再點這一碗 20塊的味噌湯 你自己看裡面的料 第三配啊 它也有肉丁啊 有肉 有豆腐 而且肉是有厚度的魚肉耶 有魚肉 你確實才20 你沒有看得多價錢 便宜 然後但是料又多了 真的 味噌湯 真的 20 20太便宜了 真的太便宜了 它的味噌醬的醬油香比較重 對 它有點酸甜 酸甜感 我覺得不錯啊 它是一塊厚的耶 不只一塊好幾塊 我的天啊 這才20 我們來日本料理店 有時候不一定要吃壽司 或不一定要吃魚肉啊 日本料理店也是可以 150到飽 它有一些丼飯啊 什麼天丼啊 蝦 那些看起來都很不錯 我覺得都可以吃 什麼呢 是 什麼呢 什麼呢 都可以吃